7月6日收市廣播 恒生指數繼續反覆偏遠 早上和中段曾經失手過28000點 但美段跌幅略收窄 但仍然要下跌 今天恒指收市下跌了79點 報第70點 報280072點 成交方便是1400多億 上升700人下跌500多 今天市場是沉悶的 整體方向偏遠居多 ADMX的略微反彈 但反彈不多 騰訊也微微向上少少 阿里巴巴就好一點 升1%左右 下午美團也升1% 其他方面 特別發展 但今天要提提生物科技股 因為今早傳出 內地上星期公佈了 新的意見文件 有關對於癌症藥物方面 新的意見稿 會不會出來了 簡單來說 市場會擔心 會影響到 CRO的公司 即是藥物研發公司 將來的訂單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有所減少 因為情況會令到 審批藥物的速度 或者數量 會不會因為 新的政策 會有所緩減 所以今日的生物科技股 全線下插 陽明生物 今天都差不多跌了28% 其他的 2359 人民康德 3347 那些全部都是向下 基本上整個生物科技股的板塊 都是向下插的 一來本來的股份 有部份都升了不少 二來來說 市場三針政策 那方面 吹了一個不明朗因素出來 事實上近來 內地官方 除了監管這個平台企業之外 現在連新手都 觸合生物科技公司 令到這一類的公司 近來大家要小心一點 另外個別股份 那方面 半身股都繼續做好 重新國際 升了大約8% 另外 189 東樂 都差不多升了10% 連續兩大均 破了這個新高 那其他 是昨天上升的 汽車股 今天跌幅肚 吉利跌1% 比亞迪 都跌3% 雖然有個消息 昨天有個消息不錯 那個是 5月份的產量 但是來講 都仍然要跟隨大市向下 那就看回恆生指數 目前來講 今天是2萬8% 叫做頂住 但是會不會 真的頂得住呢 暫時都未能夠確認得到 那相信都要繼續觀望一下 那因為 暫時行指都還在這個 橫行的區間上下 那裏 至於真的跌穿 但是近來的選方 和氣氛來講 已經很一般 建議投資者繼續 就是 小住移情 不要這麼大住 除非大市 真的出現恐慌性的 孤秀 到時來講 反而是可以 彈首級 一些 重磅的藍場股 是薄薄反彈的 那今天的收市分析 暫時就這麼多了